桃花朵朵,共结莲礼,生子有戏,人生要一次大喜事,董房花竹就是其中一样,这可是渴望不可求的缘分,自然是天大的大喜事,不缘分就会有星座拥有这样的喜悦。 单身的人桃花朵朵,有伴的人共结莲礼,结婚的人生子有戏,不得不说,这些人的运势好得不得了,喜事不断上门,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都有哪些星座吧。 No.1金牛座,五月份单身的金牛座,对于爱情的渴望比较强烈,能够遇到正桃花,也能积极的投身到各种活动中去,恋爱中的金牛有想要更进一步的想法,和对方步入婚姻的殿堂,会有不少金牛选择在五月求婚,结成伴侣,已经结婚的夫妇,则可能有怀孕生子的可能,总之,金牛在五月份就是喜事不断, 各种好事临门,值得期待哦。 No.2处女座,处女座五月份的运势迎头之上,视如破竹,在感情方面的运势尤为突出,会有喜事降临,让女女们笑得合不拢嘴,单身人士相亲机会更多, 会遇到一中人一见钟情,或者彼此好感互生,恋爱中的处女座感情方面进展顺利,有望共结连离成为夫妻,或许也会有怀孕的喜事传来,处女座喜事连连,整个月都沉浸在一种喜悦的氛围里。 No.3天秤座,五月份的天秤座还是很顺利的,不管是感情还是事业都是网中有劲,尤其在感情上更是喜事连天, 单身的天秤座在各种社交场合都有机会遇交着和交往的异性,有伴侣的天秤感情良好,没有争吵的事情发生,温馨甜蜜,也会有意外的惊喜降临到天秤头上, 让他们升级做父母,五月份的冲子写运不断,喜事临门,红军当头,祝所有有情人都能成眷属, 那天笑呵呵乐不停,抬头见喜,喜上门烧,门中所用配图具来源与网络。